6月15日,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进入倒计时100天 当天,亚运会奖牌也同步发布 记者专门采访了杭州亚运会奖牌设计团队负责人 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张俊杰 他表示,奖牌取名为胡山 以两组文化中的礼器玉层为表征 在设计理念上,这组奖牌要既能体现中国大国气度 又能够代表杭州 所以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 我们定名为以两组育虫作为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核心造型 那在研究奖牌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奖牌本身是圆形 我们把两组育虫的方形和奖牌的圆形做了一个融合 实际上我们奖牌的正面和背面恰好就体现了一圆一方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方相融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认为每每与共合而不同 这个正式体现了杭州亚运会的精神 张俊杰告诉记者 本次奖牌的整体设计 与过往亚运会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传统的版式会把亚运logo放在最中间 而他们的设计希望在整个奖牌正面 体现一种画卷式的美感 把这个设计的标志是放在了正上方 好像是飘在了一幅画面的天空当中 那可以看到在正面的这个设计 是利用非常曼妙的轻快的曲线来体现湖山一色 这样的一个核心意向 我们在研究当中认为杭州就是一个山水之城 它所体现的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好 独特的人文气质也好 它所体现的就是三面云山一面城这样的一个特点 山代表的是永攀高峰 我们希望寓意运动员一山更比一山高 能够勇往直前 张俊杰称 整个设计的过程历时近两年的时间 他和他的团队改稿就经过了二十多轮 但是他们初心不改 两主御从始终是设计的核心意向 此外 他们在奖牌的设计上还有一些巧思 所有的构想都是希望向大家传递 杭州作为一座山水城市 人文与自然和谐共融 科技与绿色和谐发展这一理念 可以看到在这个奖牌的设计当中 它包含了三大我们杭州的世界遗产 一个是我们两组的 以御从为代表的两组土文化 第二个是可以看到三弹音乐 它所代表的我们的西湖 同时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桥扣的设计 这个也是我们特意坚持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设计呢 它核心的意向是来自于拱城条 所以它暗示的是我们的大运河 也是我们第三个市营 我们认为杭州它既是一座山水人文城市 同时也是一座活力的科技城市 它是有一个双重的一个组织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理念融合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我们的时间之后 我们先记得我们的时间